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七点 我们已经吃完饭了 那么在北方 那么现在我们家里冷 那么暖气已经停了 那么在家干点什么呢 我现在想起来了 我家的鞋柜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捣动了 现在我把鞋柜捣动捣动 大家看一看 我家的鞋 看 鞋柜我已经捣动空了 一共上下三层了 一双鞋也没有了 这边还有也是上下三层 捣动空了 我又把这鞋捣了一下 那么先别看我的鞋了 先看老头的鞋吧 这是他淘菜的 他觉得这些鞋都几年没穿了 让我把它捣了 看 觉得可惜 皮鞋 旅游鞋 旅游鞋多 左一双右一双 看 防滑鞋 这是他准备呢 让我给它撇了的 我觉得撇了可惜 我就摆在这块了 谁需要的呀 可以私信我 我给你游戏 看看啊 他自己留的 一双旅游鞋 两双旅游鞋 一双呢 休闲鞋 还有啊 一双二面鞋 是不是有点少 一共呢 留了四双 那么那块呢 就是 门口啊 还有几双 也都是旅游鞋 那么再看看我的吧 没有比较 就没有伤害呀 看我的啊 留的鞋 看 先看 夏天的 就是穿的高跟鞋 看 哎呀 这鞋呀 真舍不得呀 留鞋 舍得冷啊 有的上班穿的高跟鞋 很不错的呢 当时买的挺贵的 看 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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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是 二棉鞋 二棉鞋 还有啊 单层皮子鞋 看看 哎呀 我留多少双 一对二对 三对 四对 五对 六对 七对 八对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双 看看 你老头刚留四双 这个咋整 哎 我要啊 就是淘汰的 因为有的鞋呀 两三年没穿了 看 舍不得呀 你看这大靴子 这都上班的时候穿的 那臭美呀 穿裙子 现在退休了 很少穿裙子 都穿休闲 看 看这鞋 没瞎呀 我看我淘汰的 三个四个五个 六 六双 七双 八双 九 十二双 看看 这女人是不是不会过日子 看 这十二双鞋 都觉得很不错 那么看我留的这鞋 看 哎 那再看看 老头的 看 这还有一堆呢 现在穿的 我都没好意思拍 就现在穿的 我想问一下 就说呀 你们家也是这样吗 就是那个鞋呀 你说还不能送亲戚 前几天呢 送了就是我们修脚房的 我上次修脚的了 我给他拿起去说 他挺开心的 那亲戚吧 就是脚呢 一般的都是三十几号的 我是三十六号的 我家老头呢 是四十二号的 也不知道那啥 这鞋吧 一般的也不剪呢 你看看 我看我的鞋 哪双都那么顺眼 哪双都那么好 那么才看看 要淘汰的呢 就准备呀 就是要给亲戚了 或者是 给谁呀 你看看看 这丑子也咋那么好的呢 就主要是有的是高跟鞋 鞋根高了 像有的旅游鞋 你看就这个 就这个流鞋 那我记得当时呢 就是还挺贵的呢 但是呢 就越厨啊 这流鞋越厨越舒服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出出宝贵的意见 这鞋应该怎么办 谢谢您的支持 下集见